晚上好晚上好 台北冷17度 目前汐止區17度 四海加油站偏冷靠腰 四海加油站不是在我們前面嗎 台北基本上我這邊汐止已經靠基隆了 南港汐止基隆 這邊如果今天沒下 我相信全台灣應該沒地方下雨 走了六年路 前幾個禮拜才發現我的墊在橋下 鑽號我們之前 我們是在南湖橋的橋邊 現在是一個停車場 我們是在前年的10月吧 前年的10月才搬到汐止這邊來 預算三四十萬 只走高速公路穩健 一定的動力有安全 有沒有建議一些錢 韋靈你要好照顧的話 你就要買福特的品牌 要不然你只能朝那種 MOBO那種進口車去了 我跟你講我在這邊順便講 反正我們這個直播也都會撿到YT去 如果說對於這個搬新改裝 或者是你想要清潔拆地毯 改頭燈改尾燈改室內燈小燈 LED牌照燈都沒關係 還是要找一個公民店 那你私訊粉絲頁 就會跟你約時間來店裡面 看到你的愛車的車礦 請柯P一對一名師教學 親自跟你洽談 那也可以順便幫你做估價 這個流程就可以這樣 而且我們預計是你如果車子要留下來弄一段時間 我們盡可能的安排代用車給你們使用 其實我有跟柯P講 因為真的訊息太多 直接約時間來 你有誠意你就來談 沒有來跟柯P聊聊天也沒關係 基本上你如果沒有來店裡 我們就一律就不接了 因為你連來到店裡的誠意都沒有 我們都要空出時間來跟你討論洽談 那雖然柯P可能賺一點零用錢 賺一點工錢 我覺得大家互相 那如果我們就用這種方式來過濾說 是不是真的有誠意 還是來打迪賽的 你如果真的有興趣 跑一趟來談 大家也比較準確 比在訊息當中打高空好多了 保時捷賣掉了還沒看整理 保時捷沒有賣 那個我自己要先研究一下 而且最近蠻猛的 保時捷故事還蠻有得獎 後面慢慢跟大家分享 因為覺得好像很多車評 然後覺得哇都開過好多很名貴的車 有沒有 哇還到歐洲試駕有沒有 對我來說 其實我真的我也不怕大家笑 在這一行 快20年的時間 那當然也遇過保時捷法拉利 但是那個都是很簡單的一個經手而已 那我是真真正正第一次 然後買了一個凱燕回來 想要試看看是不是有這麼難照顧 所以之後會陸續 跟大家分享這台車我慢慢的 看花了什麼錢修了什麼東西這樣 賣過Alpha的車嗎 我有開過Alpha的車啊 我以前開過Alpha 146 146也是手牌的 然後換2.0的引擎 那時候146我記得是1.8的嘛 然後換2.0的手牌 因為手牌是共用的 引擎是同一顆 而且那個蛇毒一定要買紅色的 好不好 一定要買它那個紅色 可是色號我忘記了 之前有聊過冷氣冷凍油有需要定期保養更換嗎 通常我們的習慣是冷凍油其實沒有定期的保養更換 我坦白說 而且外面的保養對於冷凍油這個我覺得沒有那麼注重 冷凍油我們通常都是等到壓縮機有異音 冷度不夠 然後冷煤出現洩漏的時候才一次處理 因為我覺得現在做的壓縮機都蠻耐用 我覺得那個不是需要頻繁更換的東西 我自己的習慣是這樣 真的你的冷氣的系統有出現某一個地方出現問題 冷煤洩漏啦 或者是要換壓縮機離合器片啊 離合器啊等等的 那你就順便在那個時候做更換就好了 提前更換 我覺得意義好像沒有那麼大 帶那麼多錢去沽車會不會怕弄丟貨被搶 其實還好啦 有時候金額太大我們就會用匯款的啊 我們會看金額的高低啦 而且通常其實在去看之前 我們大致上要買這台車要買多少錢 我心裡有個底 所以就會提前準備 G35影片以後衝動買G3GS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 代數抖動是通病嗎 三代CRV 三代RAV4 RV又三代 一代二代三代那哪有通病 引擎腳要檢查了吧 你那個三代的代數抖動應該是CRV的 三代代數抖動才是通病 社會新鮮人四五十萬想裝B又沒有太多賢錢保障車子有推薦的嗎 雷克薩斯啊 雷克薩斯我跟你講百搭 有沒有開雙B修到怕的 開雷克薩斯 開Toyota想升級的雷克薩斯 社會新鮮人四五十萬想裝B又沒有太多賢錢保障車子的 雷克薩斯 雷克薩斯可以看下去就對了啦 歐洲車日汽車抖救哪個比較高 當然是歐洲車啊 Skoda跟Suzuki比較 這根本就是藍鳥比綠鳥 Skoda一定是抖救比較高的啊 Suzuki很保值耶 欸你不要看喔Suzuki現在我隨便講一台SWIFT 1.0T對不對 稅金又便宜開起來又爽投散率又高 那新車好像六十幾萬而已 你現在買一台兩年的SWIFT還要買到五十萬喔我跟你講 欺面霧化有辦法救嗎出蠟打蠟 看霧到什麼程度啊 你如果整台車要潑了煞車油那就沒救了 COPEN有沒有要賣啊 COPEN那個俱樂部我埋伏在裡面好久耶 我都買不到COPEN耶 我大概二十來歲的時候 我超愛那個車的 車行不喜歡十五年以上的車 真的啊 因為車子年紀越大 要花更多時間檢查更多時間整理 啊有時候是不整理又不能賣 所以肯定是要整理 那弄完了賣掉 也不知道多久賣得掉 你也賣不高價錢也賣不高 例如你也賣不好賺也賺不多 很用力的關車門 車門會有損壞的影響嗎 關門很大啊那個Catch 六腳鎖久了還是會壞啊 所以盡量少跟女朋友吵架好不好 很用力的關車門通常都會發生在跟老婆吵架的時候 賣送裸車 哇 幹要把什麼時候也用力關車門 你跟我講 K8三門自拔還有狀況好的嗎 沒有狀況好的 你基本上你現在買K8三門兩種狀況 狀況很差 回來要花很多錢就花很多時間就 啊你用一種狀況很好 要買你天價 05的馬自達6 2.3 四速跟五速有推薦嗎 五速啊五速可以買啊 有沒有人挖腳柯P 齁 我跟你說 挖得走 就來挖沒關係 拜託我跟柯P不是錢的問題 我們是有感情 不是那種感情 革命情感 有在賣MX5的車 現在沒有 但是有看到MX5一定會買 因為我還沒有爽過MX5 所以要買回來先爽一下 坐進去會發現SLK這台車的空間內 大部分的佔比是我 我大概知道肯特的意思 就是他的空間真的很小 SLK我之前舊款的那種 坐進去膝蓋就大概頂到中控台了啦 位置怎麼橋都覺得很小 我們這種大隻馬不適合開廠縫車 16年CVT維修建Artist 原廠一顆星得要15萬 那外面有在修啦 你去找外面的變速箱店那都有在修啦 CVT現在技術在台灣沒有很複雜 只是說為什麼16的Artist 變速箱就壞掉了 你是跑幾公里啊 欸這個我想要了解一下 你16CVT變速箱是跑幾公里 為什麼就壞了 怎麼可能 神車呢 Lancer三角燈是不是很耐操啊 我覺得如果跟 以Lancer車系比起來的確三角燈那一款 是比前一代跟後一代都還要耐用 是真的 K8可以考慮C2 的確啦可是不太一樣 我覺得K8的感覺跟C2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K8的那個引擎啊 排氣管都有一個很特殊的 很低層的那個聲浪 不管你改什麼管子喔 基本上那種Type R或者是1.6 1.8 2.0 只要是那個年代喜美的引擎 不管你改什麼排氣管 其實出來的聲音都會有一個固定的音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以前的車你聽排氣管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是什麼車子 可是現在的車我覺得就有點困難了 因為現在車子大部分排氣管都沒有聲音比較多 我現在聽有一種車的聲音我覺得很不喜歡 就是那個駛鋼的賓士渦輪 然後去改排氣管 喔 那聲聽起來很浪雄啊 就是破這樣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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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我不會講那聲音質感就覺得有點粗糙 聽起來齁 不是美妙的樂障聽起來就很像噪音 很大聲ают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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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叉小 有聽過了 講一下有沒有跟我相同的感受 我覺得那個質感 聲音聽起來就ichore 好嗎 어느 C9保固中 過物還有保固嗎 有 你買的時候要記得回原廠去改一下這個車主資料就可以了 馬自達6要買武術的啊 武術的是引擎有調教過啊 變速箱換過我覺得當然是要開武術的啊 基本上我覺得耐用度也還不錯 可是馬六還是要注意一些海洋感知器 然後他的其實老車都會啦 水箱水箱水管要特別注意 我覺得他滿容易不要說的 到了馬六到了這個年紀 差不多是該這些東西要檢查一下 MK4我賣過好幾台啦覺得如何 MK4很棒啊 如果再讓我遇到我還是再買 遇到三台我買三台遇到五台我買五台 Focus的MK4現在市場 不管新車二手車其實還蠻缺車的 二手車過戶不一定要換牌 換牌是自己要求才換 要不然基本上不會換 然後你要求換牌才需要重新剿銷從零 小四至少賣了兩台我記得都銀色 MK4對啊因為是我賣好幾台 不只兩台啦我賣了不是都銀色 我賣過銀色賣過白色我還賣過金色的 他原廠有個金色有一點質感的金色 棕色這樣 不考慮安全其他因素自排等紅燈時建議打N檔 還是保持低檔我自己的習慣是如果我停紅燈那個秒數不會太久的話 我是不會做動作的 但是其實有蠻多我們那天上節目有蠻多車評朋友 他們都會習慣打N檔 那可是對我來說我因為畢竟我們二手車商就不是新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一台二手車像我也不會去玩那個方向盤快波 我開了二手車只要有什麼手自排有沒有可以扁扁扁在那邊換檔 或者這邊可以扁扁扁出cęiary 扁扁扁的換檔 我都不會去玩它 我就覺得他沒問題你把它對一個拉 這樣打到ắng吧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當然這不一定是正確 而是個人習慣問題 好那以前我也遇過很多狀況是 他打N檔停紅燈 他看手機 kell上贏微槍 他給它主力 哎綠燈的綠燈了 然後緊張油門補出去 轉速上來沒動 他忘記他在N檔了 然後他閃入檔 你就衝出去 那就撞到了 怕死 所以這個有時候 我自己會覺得有一點點危險 有賣過奧迪A3嗎 有啊 A3我賣過啊 從舊款A3賣到2016年的A3我都有賣過 FX35耐操嗎 我覺得算耐操啊 可是引擎久了還是會吃雞油 CV8有時候很少打R檔會燉 還有Coco一聲是什麼問題 你那個啊引擎腳啊 變速箱腳去檢查一下啊 可是其實都會有一點點燉一下啊 那很正常 尤其你是D檔前進的時候 打進R檔的時候 他反制有時候一定會口一下啊 推薦五年內七人坐的中古車 去買那個Skota的那個中雄好不好 CP值夠高了 喔CP值我覺得有一台蠻高 可是你要是正七人坐的 我最近在研究那個 Outlander的七人坐 我們覺得那CP值蠻高 欸對我來說我的CP值是要便宜啊 啊你看那種奧迪賽跟那個 Plevia那種的啊 Cienta那種的 我都覺得很貴的啊貴也是成 也是因為品質好啦才會貴啦 啊可是我就覺得 你如果回來是打算要開個三五年以上可以考慮做啦 因為K8吼這個車做隔音會很有感 然後K8你不做防鏽好像也不行 因為現在K8也大部分都要生鏽了 紮西60上一代有推薦的年份嗎 通病是什麼 其實Vovo車我整體這樣看下來 他比較新款 因為我不知道你講的是哪一款 但基本上我覺得他比較要注意的可能是變速箱的部分 你如果有一點年紀的話 Vovo變速箱的確我有遇過一兩個車友的案例 那個變速箱就開始會有一些比較大的頓挫會出現 那剩下的一些電信 因為Vovo的電系問題 他比較龜毛一點 他那個系統比較特殊一點 所以其實他電路的問題有時候很難處理 包括一些電子的感應器 其實不是隨便民間你找個修理廠電腦插下去就可以搞定 我之前遇過一個案例 Vovo車去接那個自己去外面接行車記錄器 行車記錄器你一旦那個線路你接錯 你去接到他有在利用其他回路的這個電路的時候 你不是用點煙器的時候 或者是說他的電流沒有符合他規範的時候 電腦可能會燒掉 然後Vovo的鑰匙外面很難打 這個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 他們的系統蠻獨立的 其實Vovo車很難偷 因為他鑰匙齁 就算他媽我拿一把鑰匙叫你複製 你都不一定複製的出來的東西 你更不要說會被偷走 第二年CameryQ版的我剛賣一台 我賣50萬 然後有機會賣特斯拉嗎 有啊有啊 史丹利一定有啊 賣30萬的時候我一定買 RX330 RX450從年份比較推哪一台 其實450蠻便宜的 價錢其實差沒多少 應該是要買450 450應該二手車價差沒有多少 我覺得都不錯耶 CP值450比較高啊 旅行車通常比一般價格保值嗎 旅行車我覺得沒有比較保值 因為他不是其實旅行車不是主流的車款 拍一部2004年的什麼FOR4 1.5影片講解 FOR4是不是有機會啊 我在藝能那邊拍 PBO3 Lancer Libra 對啊 我有開過Lancer啊 自開手 三代的 那時候Lancer在台灣應該算二代是不是 一代 一代的國產 2代Feed 2.5在Feed哪個比較好照顧 一樣啊 2代2年我大概差不多啦 都會買你啦 沒坐過拖車就別說開過335 我開335我還沒坐過拖車 可是我不想這樣講 因為我怕 講了以後罵真的做拖車 2012EVOQUE 當下V哥五門四萬九千公里 那個是什麼車 Rober是不是啊 Rober我沒買過 怎麼最近 有三個人私訊問我 這一台Rober的價格啊 有一一年的 有一二年的 然後里程數都不高 Mox我不蓋你 我昨天接到兩台 這款車私訊問我 一台開7萬 一台開8萬9還多少 我忘了 然後你今天又問我 你今天是第三台 這兩天第三台 其實這個車我因為我沒有收啦 前兩台齁 我昨天我都回他們說不好意思 這個我沒有 這個車我沒有玩 二手車 車種車款類型太多了 我總是要有點選擇 我說什麼車都玩 什麼車都買 我也沒那麼多錢 所以我只是說有劃分 把一些車劃分掉 例如納智捷 例如韓國車 例如Monteo 例如現在講的Rover 我都把它一律歸類在一些 我不玩的這個範圍裡面 那我就可以審視一點 335之前有收過爽的 不是陀山玉 對啊 335都修得心累嗎 聖哲 我自己335坦白說 我沒有開的很長一段時間 我之前有開過 在三年前 我有擁有過一台手排版 大概擁有一年 那為什麼我說擁有 是因為這一年裡面 我並不是每天都開它 我就三天兩走想到 我就手排的嘛 我就想爽一下就開一下 坦白說沒有做過拖車 但是修過噴油嘴 噴油嘴六顆 一顆我記得就 翻修的就要不知道 好幾千塊 五六千塊的樣子 所以通常修這個噴油嘴 沒有再修一顆 他們都建議說 要修就一次六顆都修 哇這騎了就幾個萬 我還沒有做過拖調車 但是修得很累 我自己遇到是覺得還好 點火線圈考耳 噴油嘴修過 水路我沒修過 因為我這人喔 我買二手車 順便跟大家分享 你們在買二手車 水路絕對是很重要 水路油路 不管我買什麼車回來 一旦我決定要賣 或是我決定要自己開 我一定會先從油路跟水路下手 你把油跟水顧好 老車二手車 基本上你減少了一半以上 甚至我可以說六七成 你減少了六七成 在路邊掉下的風險 你只要把水跟油顧好就好 可能是因為我回來 我都有先做這一個動作 檢查 或是把水路油路弄好 我好像好幾年沒有掉下過 以前比較菜的時候 還不知道的時候 偶爾還會掉下 大部分車子的問題 我剛剛講 油路水路你排除掉以外 剩下的三成四成的問題 都不至於是 車子就掛點不能開 你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點火線圈一鍵兩鍵 有一鍋兩鍋 不點火點火不順 亮引擎燈開起來開開還是能開 然後噴油嘴 噴油嘴噴 噴油嘴噴噴 噴整個噴的 還是怎麼樣 一樣亮引擎燈開起來 濃過濃過濃過 你也不至於說 車子是瀉過 做脫掉車 就類似住路子 但是水跟油的問題 絕對就是會讓你 就是在路邊 不用撐 沒什麼好撐 濕水濕油 溫度過高 沒什麼好撐的 就是在路邊等 甚至汽油棒譜在壞掉的初期 通常會有徵兆 其實汽油棒譜也是購樓 很常見的一個原因 在線的300多個朋友 你們有曾經遇過 汽油棒譜而購樓的這個事情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在他購樓之前 你們其實都會覺得有徵兆 只是你們不理他 你們會覺得怪怪的 難發 或者是怎麼忽然發了以後熄火 又重發又好了 你就想撐 然後等到掛掉 就叫脫掉車 所以其實像我們比較敏感一點 車子哪裡 不對喔 我們就先檢查 就減少掉很多在路邊購樓的風險 直接換成自排模式嗎 低速行駛 基本上換模式是沒有問題的啊 是可以的啊 其實現在的變速箱 你要記得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啦 你轉速太高 什麼那都有保護機制 在現在的車子其實 電腦都滿聰明的 你要超壞 故意把它玩換還不容易 零四Saverling翻修整理好還是換車划算 喔 幾名像你這個Saverling齁 你如果是用得到七人座 第一個就是看你預算 第二個看你打算開多久 那你如果說你沒有很多錢 要再去換六人座七人座的車 你覺得你這Saverling還用得到 你就整理啊 我跟你講啦 車子不賣都沒了解 車子你不賣一直整理開 留著開 折駕都不趕你的事 遇過機車汽油幫不掛掉 徵兆很好油 再來就是漏汽油 我覺得那都會有徵兆啦 那我都常常在講 你每天在開你自己的車 哪一天他有心事的時候 怪怪的時候 你一定是第一個發現 你馬上就會有 你就會有感覺 今天你回家 你老婆對你的態度不一樣 怪怪的 你一定有感覺 欸幹你就開始回想 欸不對喔 今天回家沒有 不太理我喔 現在開始回想嘛 最近有什麼LINE的訊息啊 還是他媽有說錯什麼話啊 還是今天幹 今天什麼節日我忘記了 差不多就類似那個意思 你一定知道啊 一定都有徵兆的好不好 CADY柴油 欸我上次賣的CADY 是1.4渦輪的 我沒賣過柴油的欸 我覺得CADY還不錯欸 那很像以前的紅龍那種感覺 雷諾紅龍那種感覺 自用送貨兩箱移 啊現在又七人座 欸好像感覺空間還蠻大蠻高的 好養修理有需要回原廠嗎 我的習慣是過保固不要 保固期內 是建議這個可以回去啦 講到這個 我要地址一下 我收到齁有幾個廠牌 我先不講 有人買二手車 某牌二手車很新 兩年的二手車 因為二手車正常 剛剛有人問我問題說 欸我買2019的什麼車 如果過過牌有沒有保固 我說有對不對 正常來講應該還是在保固中的 所以我即使是一個第二任車主 我還是可以有問題回原廠要求保固 沒有問題吧 但是呢 這個第二任車主 我忘記它是什麼問題 有一個問題回原廠要求保固的時候 原廠跟他想說 欸不好意思喔 我有查紀錄齁 你這個之前的紀錄齁 有一次沒有回來保養 所以呢我可能沒辦法幫你保固 受害者就來找我 車不是跟我買的 車不是跟我買的 車如果跟我買的 我一定去跟他拼的 沒有第二句話 跟小師買車 你回去保固原廠 保固原廠尿你來找我 我幫你處理 可是我覺得這樣不合理啦 說實在的啦 你去尿 其實很多廠牌都會去尿這個一次啦 不只喔 我今天講的這個案例 我之前也遇過了 你去跟他尿這一次 我實在是覺得 可是喔 有時候你跳脫出來看 也合理啦 可是我覺得你要看他壞的東西 其實是什麼東西 假設我假設性 壞的假設是避震器 我有沒有回來這邊換油保養 跟我現在避震器壞掉 到底關聯性在哪 我真的那一次有回來保養的話 我的避震器就不會壞了嗎 你們懂我表達的意思嗎 你要去尿人家保固期有一次喔 可能三次四次五次裡面 有一次沒有回來保養 所以我不給你保固 我覺得這樣是錯的嘛 你就像你跟我買車 小師買車 我給你保固 然後你出去回來 然後小師 我還跟你買多久而已 這個什麼東西壞掉 我說 你中間都沒有回來 我保養 保護不算 這樣也很奇怪 這樣子我到底有什麼好處 對 我省了錢 說穿就是錢的問題 我不用幫你修 我就不用花這筆錢 但是問題是我失去了一個客人 我失去了我品牌的誠信 因為這個人不會送出去 好啊 我幫你修理啊 我就出去幫你碰上 哇 你這個原廠是不是就GG 我覺得台灣很多車現在沒有代理商 很多車都是被代理商爛掉了 大家都每個人一代理進啊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不能怪代理商 大部分的人都短視盡力 就是我現在代理的一個牌子進啊 我就幹掉 我就開始就要賺錢 開幕酒會什麼 哇上新聞搞什麼 哇 開始代理了有沒有 媽的我要開始撈錢 為什麼他代理要簽約金 要什麼什麼 要這個 要簽約啊 要台數啊對不對 幹衝啊 我要賺錢衝啊 然後啊幹賺不到 不好賺難造 幹啊問題怎麼那麼多 我代理這個問題怎麼那麼多 啊讓啊讓 收起來 反正喔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有一個 比較人性化的處理方式啊 你可以去溝通啊 如果真的這個換油跟他壞掉這個東西 是有相關聯的 那你至少你要很詳細的 因為我也不能要求車主說 都不回來 啊你 你給我買車處理 啊保養不花賺錢 啊回來就是給我賺錢 這樣好像也不對 站在這個 原廠的立場 喔這樣好像也說不過去 我怎麼知道你出去是弄了什麼 弄了些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溝通的 但是如果跟換油沒有關係 我覺得你這樣去推就不太對 可是你要要求這一些 短視盡力的 他們細水長流的做其實也有困難 為什麼 因為我代理這個很冷門的品牌 那我沒有那麼多錢去燒啊 我也希望生根慢慢做對不對 累積出這個品牌的這個信用度 對不對然後細水長流 問題是我前面前一下就燒完了 我也撐不住啊 你看像 我們最常講薩把 他就很屌啊 前一陣子還在高田氣囊 還在招回 幹那媽薩把已經 十年沒出新車了 他還在招回氣囊 他沒踩上去 啊我哪裡啊 幹那在招回氣囊 如果這個經銷商再代理其他的牌子 那媽大家一定要去工廠 那這才是負責任的表現啊 不是說啊我現在賺進來的時候賺賺有錢 現在賺沒有錢啊我放在哪裡 喔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代理不代理 所以喔 買車還是看店家的心態啦 好不好 啊出去買東西齁 大家也是要勝選 跟對人買車齁比較重要 比買對車還重要 零四阿提斯跑了42萬 應該沒什麼錢 42很多耶 我店裡面齁 阿提斯有那種 跑30萬的28萬 我都不敢賣了 所以40萬應該是有點困難 偷偷告訴你拿幾千 不行 我再來觀察看看他們有沒有更過分的案例 有再跟大家報告 好不好 好啦時間差不多 我要下班啊 好 下週見啊 大家晚安